台湾最老的书局 台中瑞城书局 发迹于1911年 创办人许克虽 出生于日治时期 却拒绝说日语读日文 虽然教育传度不高 却一心想要保留汉文化 于是他在自己经营的种子摊旁 尽卖起汉文启蒙书 从三字经 签字文到佛教经典 这些蕴含着忠孝结义 和人文思想的书籍 便成为瑞城书局的特色 今天我们就请到第三代传人 许清福先生 跟我们分享百年书局 所传承的有形与无形的价值 瑞城书店创立在民国元年 至今走过百年的历史 他传承了文化知识 也传递了慈善意念 这中间他经历过成平 也经过磨难 我们今天就邀请第三代的传人 许清福先生到节目里面来谈 他们家族的家训到企业经营的理念 许清福先生你好 刘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要谈瑞城书店 第一个要谈是您的祖父 许克衰先生 他创立的这个历史 这个过程好不好 你来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民国元年 我祖父他经历过三种职业之后 第一个就是牧场 第二个就是种子店 第三个就是杂货店 那他在民国元年 他想自己创业 他就衡量之后 觉得这个种子店 对他来讲比较轻松的 所以他就 就植物的种子 对对 菜的种子 菜的种子 对对对 他就跟我真祖父要了四十块钱 不容易要到 就来台中第一市场里面 租了一个摊位 就是开始卖种子 那因为种子有淡忘剂 所以他就想 用什么来填补这个淡剂呢 从而他就想到 这个来卖汉文书 因为他也读过几年的诗俗 他对汉蚝 那种叫做汉蚝 他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想说 我来买这个汉蚝 这样也不错 也可以维续汉血 因为当时是日记时代 日本人他要把汉血消灭掉 所以他才一方面可以谋生 一方面又可以延续汉血 所以他就创立了这个 瑞城书籍 是 那这个许克虽老先生 跟这个瑞城 不管是汉文的读法 跟台语的读法 都似乎有了他连结的关系 是不是在创立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有一个意思 这个瑞城 我们代语叫水行 水行 那我的祖父他叫洗客水 水 代语叫库库水 所以水行 意思是洗客水会成功的意思 水行 好,那你今天带来的镇电之宝 对… 我们来看 你带了几本… 我看年代最久的应该是这个 是 菜瓜、花、歌 还有最新英台和歌 这都是从民俗跟早期的 中国传统的故事里面去找的 是不是 叫刮车 对不起,这个纸很薄 我这样…这是什么 昭和七年 是昭和… 七年 昭和七年是… 这本是昭和七年 这本是昭和八年的 好 昭和七年、八年相当于民国 现在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好,这个是民国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对 这是民国二十二年的 好,这里面 这个书有什么意义 这个现在我们来看 不是那么容易懂的 对 这个您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因为当年 这个资讯没有那么发达 很少这个电视 我们说的电视 更没有电视的 所以当时要把这些 一些时事 一些故事 要能够传送下去 当时就是要靠编成这种 叫刮车的 是 七个字一句 然后有一点押韵 就是靠这样一直念 大家念这样一直把它传下去 类似我们现在讲的 韵文读本 对… 但是这个是可以唱的 对,没有错 是吧 所以就能够把这些故事 譬如说 这个 楊三婆朱英台 这一类的故事 或者社会发生什么 重大的新闻 它会变成这个刮车 就是把它流传下去 你现在不要念吗 我没有 你那是气功吗 他这个都会念台语音的 我们来选一句 好吗 清早起来,天见光 想着梁哥在学堂 依来探我,即违返 其实这个如果用 米南语或用台语来念 对 会非常有味道 对… 可惜现在我们大概这种能力 看不要量 看不要量 失去了 是… 这个为我相思病在床 我想念这几句 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 是… 在讲什么故事 而且各位听这个韵 压在那个脚下 对… 这是最后一个字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这样比较好传颂 你有一个韵 它就念起来比较顺 是… 这个是你们自己印了吗 还是… 对,我… 第一本这个《昭和七年》 这个不是我们印的 因为… 但是是你们贩卖的 是我们… 等于是出版的 是… 我们那时候请人家代工 我主公那时候就有代工的观念 这本是民国二十… 二十一年请人家代工的 是… 然后民国二十一年 自己有印刷场之后 这个民国二十二年 这本就是自己印的 就是瑞肠印刷 这个是出版的 这个是自己印的 对… 是不是… 这本是博文社印的 这很清楚 这个年代分很清楚 对… 你们在二十一年就有自己的印刷 对… 是… 是… 好,那再来 你们早期这里面的书分成好几类 我看带了非常多的书 对… 《三国志演绎》 对 这里面民间通俗的故事 《张回小说》 《张回小说》 《三国演义》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这个应该是《光户之后》的版本 是不是 《光户之后》的版本 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对… 还有这个是《绘图增广闲文》 这是后面再加的吧 这个批 对,这是为了保护它 这是当年我祖父民国十年 他到上海去批书 就是到这个书店去批 是,《紧张书局》 对 是不是 是 《绘图增广闲文》 对 这个书已经相当有年代了 我的手都不敢碰上去 很脆 很脆 很难保存 好,还有这个初等食用 《国文读本》 我想这应该也是《光户后》吧 《光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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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户之前》叫做《汉文读本》 是 对 好,我们来看这个百年历史 我们当然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许克衰老先生 就是你祖父 这是我祖父 这中间百年历经过非常多的变迁 是 这个都是台中市当年的景 这些照片都分别在什么时候拍的 这个大概都是在民国五十年那时候 五十年 对 这是当时的很热闹的成功路 成功路 成功路现在也很热闹 对 是不是 没有当年那么热闹 没有当年那么热闹 从另外高的角度来看的话 对,都是人 人潮 人群 对 好,那这个呢 也是 这是绿川 绿川 对,也是在 这是东街还是西街 这是,这边是东街 这边是西街 是 你们现在的书店是坐落在 台中公园对面的双石路 双石路 是 那已经是我们创业之后 第五个地方 这刚开始在创立这个书局的时候 对 它的意念是什么 是传承一个汉文化吗 对 因为当时我想是日据时代 是不同的文化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日本政府 他尽量要把我们汉文化消灭掉 他主要是要他推行黄民化 所以他尽量要把这个汉文化消灭掉 那就是不让你卖这个汉文书 然后尽量不要讲台语是最好的 可是他也不能说法力禁止 所以我主妇在卖这些汉文书的时候 他们警察或者一些特务都会来干扰 真的啊 他们也会来搜索 你有卖一些政治性的书籍没有 比如说三民主义 那个就不能卖 建国方列 那一类的书就不能卖 所以我们就只能卖一些 汉文化启蒙书籍 还有张悔小说这一类的书 那是另外一种思想控制的时代 对 没有错 那你主妇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他们如果来巡查来搜怎么办呢 我主妇他也是尽量不卖那些政治的书 可是他们还是会啰嗦 他们还是会请他到警察局去 会一直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卖日文书啊 那我主妇就会跟他呼言 说我又不会讲台语 讲日文 我也看不懂日文 他不学日文啊 他不学日文 他真的没有学 他没有写日文 所以应该也不算不便 他实际就是不会 他就一直跟日本警察这样讲 那日本警察到最后没办法 也是要把他放回去 瑞晨书局这颗文化种子 从日治时期开始 经历了二次大战 日本战败 台湾光复到二十一世纪 许清福对祖父的传家训事体会很深 特别是父亲接手瑞晨书局后 遭评巨变 多亏许事加训 情 简 诚 信 词 才让百年书局得以生存 你跟你祖父 许克碎先生 应该有很深的感情 是 没有错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老人家 从意念到行之与 发自于行动 是… 这些你能不能来说一下 我们这些孙子辈里面 我跟我祖父是相处最久的 我民国四十二年出生的 我跟他相处到民国七十二年 等于是三十年的时间 那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小时候都跟我祖父是睡在一起的 和阿公睡觉 阿公睡觉 所以他的一些形式 我特别印象深刻 是 从他的中年到晚年 你都看到了 对… 譬如他生活都很节俭 很勤劳 他用过的这些 比如他的这些毛巾 他都用到这个破破烂烂的 你今天也带了一些 你祖父的… 这是我祖父他… 这是他后期用的毛巾 从他早期到后期都… 你让我们看看好不好 第一贯之 我虽然是用很轻松的态度 在谈这个事情 可是我是非常尊敬的 你看这样一个毛巾 用到这个程度 我看到他一生他用的毛巾 都一定要用到这样 甚至用到这样都还不丟掉 除非更破烂,他才丢掉 家人没有告诉他要换毛巾 他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 对 他穿的这个裤子 好,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一个经验 看他当年他穿的裤子 他这是补的很大块的裤子 当然也有补一点点那种裤子 那这个是一个代表作 就是在屁股、臀部这些地方 对,补这么大一块 他还在穿,你看 我补这一块,这两个白色 另外一种颜色 比较一点棕色 这个是黑色的裤子 这一块是另外再补上去的 所以早年真的他很节俭 他不是没有钱 我们民国十几年 我们事业就一直上轨道了 都一直…生意都不错 是 阿公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是 会不会引经据典 或是拿古文、古训来教育你们 会… 他都会用三字经在教导我们 是 这本三字经 他就会… 他就都要教我们念 背送这三字经 你现在还能背吗 我当然可以 那你可以 你最早接触到祖父跟你讲这些 这些道理的时候 大概在五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对… 他有什么样的 非常简单的口语 或是一些话语来教你 他除了说要教我们 背送三字经 他也会讲一些 包括台湾的礼语之类的 譬如说 有梁有福 生的小孩会不会大头骨 有量有福 有量才有福 生的小孩才生 而你才不会大头骨 大头症 大头症的意思 是吧 头脑不清楚的意思 就像谦虚了 对… 谦虚才会有心量 要… 我们要… 心量要大一点 胸怀要大一点 就像他的行事风格一样 好 祖父许克水老先生 他在什么时候 再把事业继续往下传 我祖父在民国61年才退休 他81岁的时候才退休 81岁 我父亲是管瑞城书籍的 所以他就婚到瑞城书籍 我伯父他是换店的 还有托儿所 他就管理那方面 那我祖父他是印刷厂 瑞城住制印刷厂 所以他就负责 他就婚到那一部分这样 那老人家有什么样的教诲吗 有没有 兄弟要怎么样和气经营 在婚产的那一天 前一、两天 他有一点担忧 真的 他有一点担忧 虽然兄弟都已经… 大家都很和气相同 但他还是有一点担忧 所以他要婚家产之前 前一、两天 他就写了这个教信词 是… 你也带来了 对… 这就是当年的手稿 当年的手稿 对… 我看这边还被重铸掉了 已经铸掉了 已经铸掉了 所以看出这个非常… 有一个年代了 对 譬如说… 我台语比较不练 沒關係… 我们都同样 譬如同胞兄弟各自营 就是同胞兄弟各自营 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意思 薛小言以莫商勤 一回相见一回老 能得几时做弟兄 他就是用这个来勉励他们兄弟 大家要婚家产要和气 就是要父母亲心能够亲 对… 能够很平顺地交出去 对… 那分产多少 大家就别争了 大家不要太计较了 事实上你父亲跟伯伯 他们也没有争了 没有… 那真的就是一盏茶时间 大家就这样 很可贵 他只是… 多丟一位就行了 是… 其实都很平和 好 瑞城书局走到你父亲这一代 也有一些磨难吧 对,就是分家这一年 分家那一年 民国67年,五月分家 结果五个月之后 也就是十月 是 一场大火 第一市场发生火灾 整个第一市场 大概一甲的地 全部都烧掉 是 然后我们书局当然也烧掉了 而且我们书局是烧最久的 所以说… 因为全部都是纸张 对,都是纸张 就好像那个金座 整棠打下去 慢慢在那边烧 那我父亲他是分家 他都分到瑞城书局 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是 还有几块地 那也都是负债 结果竟然这个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就没有了 那这里面这样一场大火 把最重要的根基都烧了 对 是不是 对,可是我父亲 他很坚强 他很有毅力 15天之后 他又把这个店 又承讯又开张了 15天之后 15天之后 那也是因为这些亲友的帮忙 还有这些厂商的帮忙 因为我们信用好 累积了67年的信用 所以他们都肯说不怕拿收不到钱 也肯把货先寄给我们 是,好,我们来看 是 这张照片就是大火烧过之后的模样 就是整个都烧光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盖屋顶了 这个就是替挡 所以先用替挡把它盖起来 是,好 那这张呢 这是恢复了之后 恢复之后 大火之后 这个招牌是新做的 那因为这样 我父亲他为了周转 所以又取了一些会 或者跟人家的会 会儿 对会儿 当时最简单的标备 对会儿 因为那时候 人家做钱不太简单 对 他就去这个会儿 自己做会头 还是做人的会儿 但是在这个民国71年 他就被… 这个会儿进来 好几个会儿都被倒了 倒了 倒了多少钱 倒了大概1200万 当时的1200万 当时的1200万 当时的29年前的1200万 可以在台中市 买好几栋房子 以现在来讲 也是不容易 不简单的一些 也很大的损失 对 结果那些我们欠他钱的人 就是我们做会头 我们的会儿 有的时候 叫我父亲赶快还钱 他甚至说 比如说他… 他这个… 我父亲欠他十万 他说 你还我两三万就好了 你赶快还我 因为他怕拿不到钱 我父亲说 我不能只还你们两三万 我不能欠你们 我不能亏欠你们 我瑞城书记的信用 我要赶 所以他到时… 后来十成都还给这些 是 没有一毛钱都没有欠 不只这样 他还付他们利息 是 就是从开始欠的那时候 就开始要付利息 付多少利息 那你只能说 叫做五分的利息 相当现在十八% 很重 十八% 五分的利息是很重 对啊 那时候付他们十八%的利息 是 瑞城书局 累积了两代人的诚信 在1985年之后 浴火重生 2006年第三代接手 由许清福四兄弟一起经营 传承到第三代的家训 情 简 诚 信 词 如今也成为瑞城书局 传世的核心价值 这样啊 学仙 我请教你 你们的家训 勤俭成信词 从祖父这一辈这样 一路交代下来 是 到你的个性 到你的工作 再回到这个瑞城书店 是 能不能说 用一以贯之来形容 你怎么样来想这个 在你身上跟到你的 你们这几代的时间 因为我从我们祖父那一辈 到我父亲、我伯父这一辈 我看他们从头到尾 都是很勤劳、很节俭 而且很有信用 因为当时我父亲跟我祖父 跟人家谈事情 都是一言九鼎的 根本有时候没有打什么气 讲一句话就算了 就成了 成信 对,成信 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 以身作者看到这些 所以我们到现在的做人做事 我们也都秉持这个原则 我们做得到的事情 我跟你说 我们不会碰红 所以我们今年 瑞城书记也一样 也是一步一脚印 到现在我们有多角化经营 对,视野稳定了 对 我们在台中市的一中商圈 有这么一个商场 一中红楼 一中红楼 一中红楼,对 外观全是红色 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它代表台中一中的红楼 你们跟台中一中有什么缘缘 因为我跟董事长 就是我大哥 我们都是读台中一中出生 台中一中 对…我初中部就读台中一中了 高中部也是 是 结果在民国五十九年就拆掉了 所以我们在民国一百年 设立这个一中红楼 我们为了纪念 我跟我大哥在那边练过书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商场 起做一中红楼 就是商场 里面有好多小的… 小的摊位 摊位 大概有六七十个摊位 然后这个里面的老板 大概有五十几位 然后其中有四十几位 他们的这个店里面 就放着这个伊甸福利基金会的零钱箱 是 所以我们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就称我们这个一中红楼 是他们台湾的首座爱心商场 对 所以这个词字 词字这个意思 在你们这边实践 它不只是一个慈善的意念的实践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果子拜树头 对 吃果子拜树头 这个概念在里面 没错 刚才说的是柴医师的部分 我们也做法布施 比如我们在书籍 都会办这些公益的讲座 有关生心灵方面的 勤俭成性词 这样的这个家训 是 将来继续传承吧 对 当然要去 成为一个企业理念 对…所以我们特别拍了一个纪录片 为了我们一百周年庆 我们拍了一支纪录片叫做 《种子照亮人间录》 就是也是要让我们的后代的子孙 知道我们这个第一代 他是怎么打拼出来的 是 然后把他的这些理念 也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就是勤俭成性传承下去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 谢谢 谢谢 许经福建人 谢谢 谢谢 刘英 谢谢 谢谢 那就是回到九十年前 我们创办人来到上海 这些书店 比如广义书籍 大一桶书籍 紧张 脆音 结果没差 可能都不见得 有的 有的喔 断掉的 来来来 广义书籍找到了 是 广义书籍 白石困年有国国 人家有三胸 将后落到中有国 即将来到 未来